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期我们谈到了刘锦 因为对《知之告》张规写的一份诏书非常不满 因此还迁怒于欧阳修 这事闹得还挺大 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我要跑题 但是没想到 这题一跑就跑了一天 跑到今天才跑到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有关圣旨的事情 大家看影视剧经常会发现一个场景 就是皇帝说你旨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很大可能是个太监 然后就开始写把这旨意就搬不下去了 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实际情况还真的不是这样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 这个圣旨 这个诞生的过程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呢 不同的朝代圣旨是不一样的 唐宋叔叔的圣旨和明清师叔的圣旨 那是截然不同的 我记得前两年大概是2017年吧 曾经媒体有过一个报道 说在浙江绍兴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现了唐代的圣旨 说这村庄里住着很多郭姓的人 他们每年有一个日子都要祭祀祖先 他们一直坚信 他们这些人都是当时唐代大将军郭子怡的后代 于是呢 在一次他们祭祀祖先的时候 他们请出了一件圣物 就是唐代皇帝颁给郭子怡的一个任命诏书 就是任命郭子怡为和监节度使 这么一个任命诏书 这是他们祖传的圣物 这样呢 就被媒体发现了 就报道出来了 说发现了一个唐代的圣旨 还有照片 那个圣旨写的 圣旨的抬头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奉天承运皇帝制约 另外还有一件事 也是在浙江 也是发现了一个宋代的圣旨 说是当时南宋的宋代宗 颁给一位姓马的一个诏书 任命他为同平章士 这个圣旨的抬头写的也是奉天承运皇帝至宝 然后落款还是皇帝的一个玉玺大印 其实这两份圣旨啊 你都不用去电视台去健保 这两份圣旨肯定百分之百是假的 为什么呀 因为唐宋时的圣旨和明清时的圣旨是不一样的 至少在格式上就是不一样的 唐宋的格式开头不会是写奉天承运皇帝告约 或者皇帝制约 皇帝至宝不会这么写的 唐宋说的圣旨抬头只会写门下 或者只写一个赤这个字 而到了明清以后才会写上奉天承运皇帝照约等等等等这些 然后落款还是皇帝的大印 而在唐宋的时候呢 圣旨的末尾是所有经办这个圣旨人的签字 包括中书社人 宰相啊 还有几十中等等等等所有人的签字 所有圣旨经过程序 经办人的签字 所以不会有一个皇席答应在上面盖着 虽然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不同 但实际上区别很大 这是因为从明朝开始 朱元璋就废除了宰相制 他等于变成了政府的首脑 他不仅仅是国家的元首 同时也是政府的首脑 这也就难怪明朝时候颁布的圣旨 上面就是说的是皇帝奉天承运皇帝照约 因为他本身就是政府首脑 清朝呢也是类似 而在唐宋期间啊 特别是宋朝的时候 皇帝呢 只是这个国家的元首 圣旨名义上是皇帝来颁布的 但实际上是由政府运作产生的这套圣旨 而政府的首脑是宰相 所以上面抬头要写门下或者赤这个字 说明这是政府机构运行的结果 下面我就以宋朝为例 跟大家聊聊这个圣旨的诞生过程 它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首先呢 是宰职人员和皇帝针对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某一位大臣的人事任免 宰职人员和皇帝呢 先出府达成了一致意见以后 然后呢 就把这个意向交给汉林学士和中书舍人 在原封改制之前呢 中书舍人呢 又叫知之告 就是专门负责草底圣旨的这么一个职务 从皇帝和宰职人员上面传达下来的这个意思 叫瓷头 然后呢 汉林学士或者中书舍人 就根据这个瓷头来草底圣旨 汉林学士跟中书舍人分工也是有区别的 汉林学士呢 一般负责的是比较重大的决策 重大的意见 而中书舍人呢 负责的就是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行政命令啊等等 而汉林学士呢 又要负责复合中书舍人草拟的圣旨 这也就是为什么刘锦怪罪欧阳修 没有仔细的审核 从欧阳修主管部门颁布的圣旨 认为欧阳修呢 可能是有意为之 因而记恨 当然了 汉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或者知之告 都是一些文笔非常好的大臣 他们呢 不光是要负责把这个圣旨写得漂漂亮亮的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能 就是他们要复合 这个圣旨是不是符合国家已定的法律法规和惯例等等 如果中书舍人或者汉林学士觉得这个词头不符合以上的法律法规 那么他有权利封还词头 就是我不会写这个圣旨 就给你驳回去了 这时候皇帝怎么办 皇帝呢 可以找另外一个次舍人 也是他们部门的 另外一个人叫次舍人的 来写这个圣旨 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次舍人也认为这个圣旨不合乎规定 那么他也可以封关词头 因为中书舍人他们有这样的权利 所以呢 就有可能导致皇帝的词头 在还没有开始运行的时候就已经太死服中了 那么如果中书舍人觉得这个这个词头没有什么大问题 或者说他也不敢提出异议 于是呢 他就可以草拟圣旨 然后把这个草拟完的圣旨又重新回到了皇帝那里 由皇帝再重新复合一遍 皇帝复合五五以后呢 皇帝呢 就把这个圣旨呢 再搬到一个中书舍人那里 这个程序叫做鹿皇 因为这时候的圣旨就要抄录在一张黄纸上 这时候拿到这份鹿皇的中书舍人 就很有可能不是以前的那个中书舍人 所以也就意味着他也有权利再审核一遍这个圣旨 如果他觉得不合适的话 那么他也有权利把这个圣旨驳回 那么如果这位中书舍人觉得这个圣旨上行 没什么问题 那么他呢 就可以签字 然后同时呢 请他的部门的长官签字 然后把这道圣旨再往下运行到下一步 就是到了门下省 门下省呢 以前呢 在原封改制前又叫封博省 你听着名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个门下省是干什么的 门下省实际上就是这个政府的监督部门 而封博呢 就是门下省的一个常规动作 你想想如果门下省对下来的圣旨都一味放行的话 那这门下省也太没有存在感了 所以呢 他一定要行使自己的职省 所以呢 他一定会认真的行使自己的职能 来行使封博令 门下省呢 负责审核圣旨的这个职务呢 叫几世忠 他首先呢 就要审核从宗书舍人那里到 经过书行下来的圣旨 如果几世忠觉得这个圣旨不可行 那么他完全可以行使封博令 把这个圣旨直接打回去 当然了 如果说他觉得可行 那么这圣旨呢 就要进一步往下执行 他首先呢 会让他的部门的长官 就门下省的长官来签字 画压确定这个圣旨可以了 他也签字 然后把这圣旨再走到下一步 到哪呢 到了尚书省 大家知道啊 尚书省就是政府的执行部门了 就是具体要办这件事的人 尚书省下面呢 又分六步 就是具体操作不同的事情 在宋朝来说的话 就是民事呢 就交给尚书省 然后找相关的部门去办 如果军事的话 尚书省就会转给书名院来处理 这上书省啊 除了要把这个圣旨 颁布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执行以外 还要把这个圣旨做一个备份 送给御史台 以便于在圣旨的执行过程中 御史台进行监督 这时候就引入了台建官们的职能 如果这个圣旨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那么台建官就有权要求 对这件圣旨进行附和 甚至是撤回 同时呢 对相关的责任人就所有在这道圣旨上签字的责任人都要进行弹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旨的下面的落款会有所有各部门首脑也好 经办人也好的签字画押 这个圣旨才算正式的生效 这也是有利于将来出现问题的时候进行追责 在宋朝历史上有很多道圣旨都是因为这样的程序最后没有颁布下去 举个例子 比如说苏氏 苏氏曾经担任过中书舍人 他就曾经对一份鹿黄 就是已经从皇上那抄在黄纸上的这么一个圣旨 进行了封环刺头就给驳回去了 那道圣旨呢是关于清淼法的 而苏氏呢对清淼法的意志持有意义 所以呢 他认为不妥 于是呢就把这圣旨驳回去了 另外呢 还有一次是在宋神宗年间 王安石呢 想任命一位叫李定的大臣担任监察御史 他这个提议呢 已经征得了宋神宗的同意 但是这道旨意到了当时的知之告宋敏囚的手里的时候 就被封环刺头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宋敏囚知道李定这个人呢 人品太臭啊 名声太差 所以他认为他不适合担任监察御史这么一个重要的岗位 这个宋敏囚封环刺头以后呢 他也知道王安石和宋神宗呢 不会善罢甘休的 于是呢 他三天后就辞职了 王安石呢 于是呢 又找另外两个忠书舍人来草拟这个圣旨 另外两个人呢 也不同意颁布这道圣旨 等于忠书舍人这关就走不过去了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 王安石呢 就把这两个人全部罢免 又任用了新的忠书舍人 才让这个圣旨能够继续的往下走 虽然说后面的几世忠啊等等这些官都顺利的过去了 然后这个李定这个人呢 也被顺利的任命为监察御史 后来等到了御史台这边 御史台呢复合的时候就发现李定这个人呢 他没有定优 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他没有按规定定优 于是呢 就弹劾他 最后呢 这李定这人的监察御史也没当成 还有一件事呢 是发生在元佑年间 当时呢 太皇太后高涛涛正是垂帘听政宋哲宗时期嘛 宋哲宗那时候还年佑 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当时呢 他就想罢免张敦 任命另外两个人担任书密使 但是呢 他这道旨意就被当时的几世忠王延嫂给退回去了 王延嫂认为此事大为不妥 这位高太皇太后啊 确实胆大啊 确实是不是一般的女人 他直接就把这个任命状啊 伟人状直接绕过了几世忠王延嫂 直接发到了吏部 认为这下你拿我没办法了吧 直接让吏部去执行 就等于直接到了上述省 结果呢 这个几世忠王延嫂呢 是不依不饶 一个一直在告状 一直在申诉 最后实在没办法 高太皇太后呢 只好收回成命 他这个任命啊 最终也没有下达下去 以上呢 就是在宋朝这一道圣旨的一个运行的程序啊 大家现在可以了解 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各个部门呢 也是可以行使互相监督 互相制肘 这是他整个一个政府的一个运行体系 大家也从中可以知道 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在宋朝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 在后来西方实行的君主立宪制的出行 说起这圣旨啊 有一些挺好玩的事情 很有意思的事情 既然今天是跑题嘛 咱们就多跑一个题也无所谓 有些皇帝啊 给大臣们颁布的圣旨啊 是打雅谜 让大臣们去猜 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道圣旨 这是当年的汉宣帝刘荀 他本他本不离乡圣旨 圣旨什么内容呢 汉宣帝就说呀 我以前呢 年轻的时候呢 用过一把宝剑 已经很旧很旧了 但是呢 我还是非常想念他 看看哪位大臣能帮我找回 这大臣们接到这个圣旨 就不知道这个皇上 这葫芦里卖的到底什么药 什么意思 这个没头没尾的 就让你找一把旧剑 其中呢 就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大臣 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 那皇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就引申出了一段故事 这个汉宣帝刘荀 曾经流落民间 因为宫廷的内乱 最后他流落民间 当时呢 就记住在一个姓徐的人家里头 这许家呀 还有一个女儿叫许平君 刘荀呢 和许平君相处久 那互生情愫 两个人呢 就结为了夫妻 而且呢 还生有一个小孩 那时候的刘荀啊 和权力已经离得很远了 他离做皇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但是没想到啊 后来机缘巧合 这个刘荀呢 还真被当时的大臣霍光 拥戴成了皇帝 也就是历史上的汉宣帝 霍光拥立刘荀当了皇帝以后呢 又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刘荀 当然了 霍光呢 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做皇后的 但是刘荀呢 更想让许平君 就他的结发妻子 做他的皇后 为了获得朝臣们的支持啊 刘荀呢 就颁布了这道圣旨 还就是说 我要找一把旧剑 等等等等 有的聪明大臣呢 很快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 皇帝的意思就是说 我连我以前用过的一把旧剑 都舍不得丢弃 我又怎么可能丢弃我相濡以沫的 结发妻子呢 于是呢 大臣们呢 就集体上奏 上奏表 要求皇帝拥立许平君 作为皇后 刘荀这么做 实际上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因为当时霍光是权清朝野啊 而且霍光以前也曾经费力过天子 所以呢 他是有前科的 但是刘荀呢 还是这样做了 最后呢 如愿以偿 这个许平君呢 真的成为了他的皇后 很可惜啊 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美满的结局 许平君做了皇后以后呢 在他为皇帝又生下一个女儿 在坐月子期间 被当时的后宫的那位获释的女儿 下毒就给毒死了 许平君临死的时候呢 刘车呢 拉着他的手就说 我想要和你一起走 许平君就说呢 说 说我知道你 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了 说你不光是心里有我 你心里还有你的天下 现在我走了 你就可以全身心的治理你的天下了 刘轩呢 听完以后呢 也明白了自己妻子的意思 然后就跟妻子说 说那你就在南原等我 我将来会去找你 南原呢 就是他们的皇家林墓 许平君死了以后呢 刘轩呢 就全身心的治理国家 后来在霍光死了以后呢 他也诛杀了那些霍光系的那些大臣们官员们 然后呢 从心的整顿励志 在这段时间呢 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在历史上 管这段时期 叫昭宣中兴 这是西汉王朝的最后的辉煌时期 最后那位霍氏的皇后呢 也被废了 后来也自杀了 这位刘巡呢 作为一个西汉时期 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 在他死了以后呢 也安葬在了南原 回到了他妻子的身边 这段故事呢 就是历史上所说的 顾剑情深 南原一爱 历史上呢 还有一句诗来形容这段感情的 叫一文汉主思顾剑 使妾长搓万古魂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啊 不能再继续说下去了 也不能再继续跑题了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好的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